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堅仔烂马精选 先介绍一下我们自己 身旁有六宝波 波仔 小弟就马萧萧 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因为星期三就是没有跑香港的马 虽然也有蜜罗紧固排华雅士谷赛旗 来到星期四也是排位日 星期日将会有11场的沙田赛事 当天堅仔也有一个活动 没错 我马上带大家看看画面 就是什么活动呢 之前跟大家说过 如果你真的没有体验过堅仔 究竟是什么呢 随时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大本营里 玩足一日堅仔 一日的费用 如果是单买一日 都是要几十元 现在只要五十元 在这个post留言 有一个晚餐 可以看全日的赛事 任用建制 如果真的想购买的话 更加可以即场 譬如我们之前说过 买一送三 就买双年费 还有平板电脑 数据卡等等 一应俱全 除此之外 如果真的在投资上面 真的有时不太灵光 究竟我拿一只热胆 要怎么买 拿一只冷胆 或者WinPay要怎么买 那就一应俱全 没错 到时也会有同事 跟大家续一讲解 后续那些东西也不要说 譬如五十元 吃个海南鸡饭 都已经值回票价了 没错 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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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 又打没脚 四连环的时候 怎样可以在云数据里面包含 或者一站下捞鱼回来 哪些是漂亮 哪些不好 怎样可以在建制卷买页里面运用 好像之前在体验店 有位朋友去到美墙 他就想起天仔说坚仔十色 看到这个左下 美墙在当旺骑练 是的 当旺骑练之外 第一版只看最佳路程中最佳来评分的四个 穿云就搞定了 那次美墙我记得是美赖后那次 也是你的朋友 美赖后 其实是强哥 美赖后加了那只叫做 不是武装水面 风又吹 就弄了一条冷Q了 究竟怎样用到这个表 怎样跑马等等 其实上来就完全可以让大家试试任用 怎样都可以 没错 刚刚你提到这个买一送三的优惠 也可以在这里再看一看 只要你订购这个建制商年费 加多一千元就会送到这个 荣耀X9的平板电脑 上网数个卡和Keyboard 每个月就只需要250元 平均 这个到时如果你比如想开来的 就可以用完建制 想过度过试准了 你才会出击的 没错 刚才说了 这几天就可能沉浸了在英国的阿斯谷马场 但是香港的赛事其实一直都在旁边 一直都在瞅着的 跟大家说回来星期日的赛事之前 先订阅一下大家的记忆 上个星期跑什么马 还记得吗 上个星期是下雨的 现场做节目的时候 都延下了整个二十多三十分钟 差点连唱歌都出了 幸虽然不用 今天又是奥华瘟瘟瘟瘟 那天晚上真的 又好像黏地 跑到黏地 黏地很快就改到远地了 是啊 当天其实有点点令我勾起赤兔猴王 上季的回忆 就是又是这个闲驴 它好像吓到你会回到他 总之就是闲驴 因为很容易吓到马 所以就不能跑 下雨就没什么所谓 但是闲驴 闪电这些一定是要停的 你不要看他们 四只脚一条尾 那么大一只呢 其实他们的胆 有些是真的很小的 我都害怕 有时候在街上闲驴 大声一点 我都恨了 看着啊 好 当天里面 这个黏地的赛迹 远地的赛迹 会不会什么时候会用得回呢 还是有些赛迹会扭曲了呢 都有些可能的 唯有在这些时间 或者在跑法上 或者眼睛 选一些跟进码吧 选了的跟进码 就是当天的第五场 其实赛前我都放了它做首选的 就是一路的天天洒落 因为 他前一场转弯 就是奶奶计计 还要遇到一些 辉煌正经转石 星空奖金大少那些 全部会赢那些 四班马来的嘛 如果稍微的赛迹会好一些 或者他有些进步的时间 他再之前是可以跟家人法的跑近 所以 如果说到方拉 奖金大少就是跟家人法跑近 他又追回了很多奖金大少的嘛 好了 看回这一场的赛事 临场他也有点乐点费的 那 我也有份乐的 你也有份乐的 我看你有极速赢了 那这种转弯就真是 调转了来拍开了 这个 是啊 这里如果4选是中T的 我记得是中T的 是的 说回这一只天天灑落 其实他起步不是一档 六六地色衣服 白摸只 他不是最快的 但是 但是 似乎那个贼的指示 都要安上人 何志尧 尽量逼迫他在前面 哎 那我临场 我也看到这样的情况 我也打了个凸 其实 因为 并加货了 你这样抢 看到前面 拔掉了个马群 再看完段速 虽然远地 但是 头段快七线 第二段快五线 加上了一整秒 那其实 你看到 书日星现在这么轻松 第二阵放头马 入到直路这一段 就是他的能力 之内 还有一只极速赢 在尾上 追上来 其实 怎样都对于前置马 是很吃亏的 那你现在回到来看 入到直路 还有得两嘴 叫天天洒落的 回到来 其实还能补到三甲 其实表现都相当好 旁边那些 列宝勤 戒民法 是不是有什么健康问题 已经有血了 二常呼吸 这是非凡大的 那戒民法 列宝勤 那些快货马 全部都散了 他还是让 conditional 一个马位内 见胜负 所以其實這個冰天灑落的表現是進步得很大 是啊 因為上一次它流了一流之後就搶口就亂了 所以我猜拆騎指示都一定是把握著那一檔是要放的 但是放頭馬呢 如果出閘慢了就是最理計的 然後你又要放上去 然後你又要結束 那一刻想起也很複雜 還有隔壁那些辣德零麗又燒一下它 總之整場馬呢 我覺得都是劣失的 還有側身馬呢 第一次遇到這種場地等等 其實表現都非常出色的了 52分的它應該有些碎位的 做一個不記錄 如果你有跟進馬呢 都可以這樣做的 在馬咩裡面按開爛鐘位 它呢 就是這隻的天天灑落 這一場是快捕捉的受害者 虧了一個地方 我就用紅色去標示它 52分的它 真是忘了查有沒有加分 我當它好像有加分也好 但是應該都有水位的 所以仍有這個上升空間 跑法可以這麼主動 我不管它櫃尾出不出 但是很快又開爛的情況之下 可能在季初大家還沒開氣 那麼旅客星都上了去 上來三班 看看有沒有機會在4分1200裡面 撿一場先吧 這件彩衣 如果放在羅庫船那裡的話 就是最近這幾隻都是好東西來的 同一個夢想那些是嗎 就是夢想成金 實現夢想 然後另外有一隻天天同樂 在之前流了鼻血退役的 叫做同聲同氣 同聲同氣 全部一初出千寫拼命 全部都是好東西來的 所以這隻應該都真的跑完這一場 也證明了這隻都不是水野來的 好吧 那這個冷中華 再開啟提醒做什麼呢 記得要保存一下 那就是如果你有特別的跟進碼 下次在馬名裡面轉紅色 咦 提醒大家 這隻是我的特別欠的 要寄存的馬來的 其他你也可以做筆記 做筆記之外 如果你這隻特別要提示 那記得要在冷中華開啟提醒 好 馬名好像現在這樣 天天曬落就轉紅色了 好了 接著就到星期日的黃昏賽事 不如和大家選擇兩馬 都在第四場先 不如你來 我先來吧 我們梅花間足的那隻 我先來吧 會比較理順 第四場就跑了四班千百米 這場馬呢 看來這個放頭馬是有的 但是是否真的會有很快的補速呢 是未必的 這隻威武勇區 雖然它是一隻很後上的馬 但是其實它未必一定要大後上的 如果你看回它上季贏這個 谷草二千二也好 贏了那場泥地千八 其實它也不是說跟得太後 上一次跑泥地千八 它本來就不是太後 大家可以一起看上一場賽事片段 威武勇區就在中間六檔起步 現在伯伯底色三那隻 就是威武勇區了 這裏打算在中間 誰知道有個神隊友 旁邊的那隻 家樂飛區 一摺就摺了它的位 不要緊 接著跟著家樂飛區 接著連連有福也都再摺了它的位 攪拌一下就到了尾三了 如果這裏有個假設 它不是被家樂飛區摺了它的位的話 早段已經起碼在那裏可以 節省兩個馬位 兩三個馬位 這裏已經是凳喉了 間接令到它 看回它轉彎 已經是在開邊了 現在在鐵欄接近包尾那隻 一路站來站去 都沒有什麼反應交給你 進到直路 再轉位了 又是有隊友在旁邊 封了它的跑線 又是要等一等 等那隻神殺金剛 有一點點內閃進去了 它在這裏中間 才慢慢再移出來 是亡兇 就可以全力去發力 最後衝上來 跑回第四 這場表現 雖然名次我買了有點失望 但是整體表現其實不是太差的 還有如果你看回這場馬 中環大進 勇進當裔 甚至乎第五名那隻歡喜福聲 都是擺在前面走的 慶萬家和這隻威武勇區 是追得最好的了 慶萬家之後閃閃身再出 跑谷草 後上也贏了 這隻威武勇區 針對上一次的轉彎 已經下邊了 好像沒有什麼反應 這裏賀賢就想到一些辦法了 加上眼罩給他 試襲 試這個泥地襲 長途馬 試短途襲 都走得不錯 末段其實很輕鬆 盯著他自己也有一點點湧上他的勢 眼罩也已經是 這個閘試準了 近方 這個閘也反映到 其實狀態絕對是在水準之上 現在54分 比起他季初贏賣的時候 已經下了3分 這場馬排過7檔 希望跟在中間 就不要跟得太厚 既然這個分這麼有優勢的話 還有沙田 雖然你說他好像贏泥地 贏谷草 但是在季中的時候 跑過三班的沙田千八 沙田二千 他都可以衝近 田草都一樣可以應付到 這隻威武勇區 這次我再追到他一次 嗯 好 除了威武勇區之外 我也是假壓區 剛才蕭管節也有提到 第四場這一場馬 似乎放在前面走的馬不算太多 加寶神區會不會放呢 可能就是他 可能其中一隻就是加寶神區 但是英俊飛區在前一局 突然轉一轉跑法 也不是前一局 三局前一局 六四一種場次 五月無這一場馬 這個 諾菲嚴重駁室 32倍度79元 超級駁室 如果你做常任數據 應該都是他列入這個 幅度很大的 他是不是 如果WIN入駁室 因為常任數據 就要三格不入才 哦 即是 不理頭馬 總之他有三格都計算 是的 但是這個如果WIN 就正是32倍度79元 跑到第二 就應該都損手爛腳 沒錯 說回這一場 六四一種場次 他是落飛的 突然間 他可能知道 沒有什麼補足 或者十二檔 置諸死地而後身 不如擺前一點走 因為之前 他跑田草二千米 或者田草一千六米 他一定在後面 因為這隻英雀飛 雖然他在香港 贏的時候 他是掃手追贏 叫做中間位 但是其實你看得到 他的後勢 後勢 就交了給你很多 可能想想想想 現在 在這場的六四一裡面 說不定是唯美主義 贏到春風萬里 一點也不失禮 因為後面還很如意 那場是跑錯了 但是左右旁邊的馬 是之後會贏 以及持續跑得好 好了 還有那場馬 首先 CP1 X- 即是在配備上面有些變動 因為可能這隻人 都喜歡有些新鮮感刺激 今次 除了一個面膏 加一個眼罩給他 因為有時候 他說轉配備很危險 但是他輸開 輸開給他一些新鮮感刺激 也沒問題 你跑得好 連續跑得好 當然也有例子 例如楊安勇士就可以了 但是輸的 以前成中勇士 輸多過輸了 占了一點 占了一點 無端加面膏 起步打降架 好了 再看看這隻鷹進飛驅 其實 之後再出701那場馬 不是擺錢 然後輸四個幾馬位 立即和大家看看這場片段 當時排隊三檔起步 這場 沒錯 都帶出了這個分別 放頭是加州動員 外面還有一隻神驅馬鈴 裡面 爸爸地色衣服 黃藍間條 那隻就是鷹進飛驅 剛才蕭公子又說了 這場的鷹進飛驅 雖然回來 跑了第六名 贏那隻光明傳承 現在是尾尾 正經紅手脈 包尾 還有一隻褲起來 在尾六位置 灰馬 這個面膏 不是這場 特別灰馬 是比較厲害的 不過 只不過應該看這個圖案 是後上馬比較好的 那前戰馬有些 有些什麼 叫做 特色 現在第四位 那隻就是北海道 之後轉過谷草 很重飛 我不管後面的紅海徑 是否給他一個位置 也好 大棋還是贏 大千利盡 那谷草 賺到步速 有正確的形勢 又贏 其實這場馬 甚至是加州動員 其實再出 都是少了形勢之下 回來才輸 所以我覺得 這場馬 前置是比較吃虧的 每個人都說 黑面膏 壓軸的顆星 黃藍間挑衫 那隻英俊菲 全程走著三碟 如果對前戰馬不利的時間 加上步速手牌編快 那三碟的他 應該都蠻虧的形勢 但回來 你以為被馬蓋過了嗎 他又不是 一直都前逗著 英國南後面的北海道 都散開了 他有少了 翻絲之力 在迫入面 綠色三位隻的大千利盡 所以這個大千利盡 不是大千利盡 不是大千利盡 所以這隻英俊菲 這場可以抹掉 亦是輸少形勢 上一次 一隻翻步 這麼鬼論壯的馬 就是菊草 不知道怎麼鬼 定了在後面 完全跟跑 兜兜轉轉之後 隔十一天 馬上又轉路程 又回過來 又加上眼罩 再適逢這場 沒有什麼補足 看看 用回蔡明紹 怎樣都可能會比較熟手 如果真的有解釋 又轉配備 又用回蔡明紹 又可能曲草 不對 一大樓的解釋 都幫他想好了 看看有沒有這場動手 所以 薄一薄這隻 七樓的應盡給他 好的 希望可以和你這裡算一條 Q回來 區區 區區開火 好 去到第六場 這場 四班千四米 是拆組的 那我就要一隻 老相好 年年歡呼 上次我都買了它 因為上次 因為它之前跑過1650米 是可以跟前的 所以 上一次我都拼一拼它 到真的 拆其指示 跟我也很吻合 都是跟前的 但是 誰知道 拆了兩步之後 隻馬太強了 就放了出來 氣管有血 好像燒死了我那隻 八章節線 是啊 簡直是上一場 是癡了線 不要緊 這場輸了 他就在重化 再回過 但是 這場好像跑起了他的心境 那個重化閘 真的令我眼前一亮 有塊閘 是 這場的重化閘 以前的試閘 都有點黏 然後騎也不動 但是這組閘 重化閘 真的給大家看很多集前動態 好 錄檔 錄檔這裡一出閘 第一隻粉紅色衫 扮出來就是年年歡呼 跟上次一樣 好像上次 散起了 現在很快閘 但是 之後的走勢也很厲害 好 鏡頭一轉來到直路 這裡 年年歡呼 這個粉紅色衫 綠袖 這裡看到潘明輝 一直頂住 但是這隻馬自己湧上去 和我以前看他的試閘 比下去也不想走 完全是兩碼子的事 中間也有一隻字字多寶 然後有一隻勇創派對 都是一些短圖馬 是有些速度的馬 這隻年年歡呼 這隻馬 簡直是令我眼前一亮 對於 當然你說試閘 有時候就不能夠完全作準 但是對於這隻馬 貴內是拿勤工獎的 這場我數一數 跑到第20場 那麼 既然跑到第20場 試閘也有過 這麼新鮮的走勢的話 似乎這隻馬 來到貴尾 所以伍彭智可能給了一支Red Bull 又重新撻起它 始終他在貴內 都是在四班 背著一百三十多磅 背著頂磅 是贏馬入Q的 現在減下減下的分 來到48分 擺上一盤明輝 減多兩磅 你當作是46分 其實只要現在的狀態 從各方重新撻起 有正常發揮的話 我覺得已經是很有機會 就算你說 走位蝕少少 我覺得都已經蝕得起 在這個分 這隻年年歡呼 如果因為十三檔 因為潘明輝不是很喊到飛 而有十倍或者以上的話 我就覺得會比較直撥 嗯 好 之後我就選了這個 第十場的時間 正所謂 走穩醫生醫病尾 無論如何都好 但是有些人看表象 其實之前在貴宗的時候 挑選坎天鐵液給大家的時間 不是日本的時候 還有些分頭的時候 攻擊那隻精算補雪的 菊草的時間 已經提及到 偉達 搞了轉瘡馬 其實是非常好 遠古一點 大家去查一下滿罐自由 然後還有那些楊威四方 何良轉軌 剛才說的 碰天鐵液 剛剛紅日社 其實都在上三馬房 尼超升 起外線贏不到也好 但是打一搭就入到Q 剛剛就沒有威出 其實都好像還有 但已經數了幾隻 都是轉瘡馬 被他搞定了 這隻呢 又是剛巧就是搞偉特 提提大家 如果你下載了肩子 不太明白的情況之後 就有些朋友問我 為何這個位置 旁邊有一點紅色 是否中原一點紅 是否特別厲害 不是 因為這次超霸性 是轉瘡第一次初出 所以提提 在這個位置旁邊 有一點是轉瘡初出的情況之下 好了 說回這些超霸性 其實我們也都再介紹一下 去到統計指導裡面 黃色為何這次要在田數千字米 正正就是跑這個路程 即時看一眼看下去 哦 這次跑了田數千二 highlight了 是拿到一邊 一個第三 九個落地 好了 回到往績上面 我又用又介紹功能了 就是這個同程功能 同程立刻看回 為何會輸得軟軟軟的 對上一次 3月24日 那天就跑這個打比賽 那天地十分之乾快 上半場 擺錢 內疊的馬是有好處 但是其實那些馬再出 很多都可以的 擺在前面厲害的 加州動員 杜普天那 那些 賺完也是厲害的 結果 這一場的526 3月24 一來不理會 臨場的票就走了 當時是跟著龍之輝的 不是最近緊張的 其實初出的時候才選他 這一組的段速 紅色就是快步速 末段 沒有給北京四十萬 佳人高升有多厲害的 可能已經上去了 接下來12月 會不會代表香港 在短途中生升呢 這就是下跪的事 龍之輝 實力派 之後也贏到 旋風飛影 之後也接近了 其實一組的段速 前快後快 是採持水準 是不頑皮的 後面還有些多利採區 其實也是出著這一組 之後也是可以上名 整體也是厲害的 好了 去到季尾轉倉 之前選了一些快馬加鞭 也是博他有些體力 現在71分了他 再有一個功能 直接看三格 嘩 喵笑 季初9月24號 82分 是最近包裝必勝 和威力奔坦 跑到最近還是會上名 後面的魅力奔驰 是上城區的那些 但是 它是有一個叫做 萬普速的情況之下 也算是撲到上來 是貼到前面的包裝必勝 真的 爛船還有三根釘 比當時減了11分 希望轉倉 又有些新鮮感 又有些體力的情況之下 會幫到這一筆馬 再看看這一組的 整體上的形勢 勁鎮先鋒應該會放的 初出的那些 進馬為五 施路之光 都是有些前觸的 鑽石先鋒二檔都應該盡量迫前掛 希望有正常的補促 不要特別拉快 如果再快一點當然好一點 還有 都是鑽石先鋒 會不會去到尾段場次 開了燈 好像說你知 那類的 都可以蓋一下 時刻要提防這個東西 所以 在這一場的情況之下 還有一些鑽石先鋒 蝦大笑 剛剛在那天的尾場裡 都叫做 最高屬於陽光勇士 他們都 不至於一定要放頭 到尾了幾場 所以 這一個的第十場 我就補一補 轉瘡 初出 超霸性 看看體力、評分 或者部粗形勢上 可能會幫到他的馬 補一補 看看他的粗鍊 原來這隻超霸性都能做得到 之前在阿劫初行那裡 經常都要就預粗 可能偉達那些魔鬼教練 快跳 快跳 就迫到他就可以快跳 原來可以 嘩 試兩個集 整兩課 草地也可以 之前在葉草行那裡 整課單跳 都已經好像辣粗 轉化幕 可能飯盒小一點 不給你食物 原來你要操練才有食物 都可以 好了 重複一下這次我們的心水 第四場 馬蕭蕭選了這隻四號的威慕湧區 波仔選了七號的英進飛區 到第六場 這個我們先拌出來 對了 第六場 是我的 還打算等你講 第六場 馬蕭蕭選擇十二號的年年歡呼 好了 年年歡呼之後 然後到第十場 未到未長 是尾二那場 三號超巴星 都是偉達馬蕭的馬匹 好了 偉達馬蕭 轉到偉達那裡的鑽倉 一出今季的數據 是很硬的 是啊 我記得已經是坐著也有五個Q 五個Q 特地檢查過 真的不錯 大家都是這些籌碼 你的錢就是我的錢 我的錢就是我的錢 別人要拿這些錢回來 籌碼呢 那一定要盡量省一個招牌 沒錯 好了 那我們講完這個優惠了 優惠了 再提再一次 再提再一次 買了送衣服 只要訂這個商年費 加多一千元 就會有這個平板電腦 上網數據卡和鍵盤 這個就相當划算 還有這個星期二日 就是這個堅仔的體驗班 上來可以花五十元 大家可以馬上去Facebook 即是堅仔採賣APP的Facebook 報名 再說一次給大家看 就是這個版面 立即有人贊我們這些片 好了 真實的 所以在這個留言 找回堅仔採賣APP 真的沒有用過堅仔 究竟不知道是什麼 是否騙人 不是 其實很多行家 甚至很多朋友 用了堅仔 彈碼呢 真的不能回到傳統 找東西 我的記憶力都衰退了一點 碎碎了 那本樓也很厲害 因為有些事情 就是靠他們找鑽瘡 又或者操練 他們騎天合作 賀美賢和李健威 完全沒有的 那些 有時候都不用記 數字記不到 但是記得一進去找 就可以了 沒錯 另外 另外呢 除了堅仔 有這個ET之外 今晚呢 如果大家想看英國馬的話 今晚 住將軍我的朋友 那我就可以去日出看城 馬小小和波仔 看看四場的瓦斯谷賽事 還有掏了國家背景 在一起看完的 對呀 波馬合一 沒錯 再做一個實況 好加哥等於我,波加碼也是好 好了,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接下來的步伐逐漸會正常 到七月才再亂了一點 希望大家繼續多多支持堅仔採賣App 我們下次幾次見呢? 這次就是星期一 好了,下次堅仔藍馬精選再跟大家聊 拜拜 這次堅仔買一送三計劃 推介給大家,是幫你省錢的 雙年費的優惠,加上很多東西 每個月只是250元 肯定是最划算的 你第一個月交錢就已經即時拿走 榮耀X9平板,連藍馬鍵盤 還送你一張全年的數據卡任用 三樣東西加上,總值是2500元 你現在只需要用十分之一的價錢 即是每個月250元 就可以拿走所有東西回家 那還不是最划算? 還有兩年的堅仔給你任玩任用 每個賽日臨場 你可以用大手升跌和雲數據看大戶飛 還有,幫你準確預測的馬屏貼士 預測考法 當然不少得可以掌握到 每場大數據的統計資料和堅鳥秘給 兩年內這些東西全部通通用到 每個月我再說一次 是250元 這麼好處,真是假的 買東西當然要選一個底 我們真是蝕著做 一定是最底 其實我們都是想大家用好一點 有一部更高階的平板 有更好的跑馬體驗 享受堅仔,享受賽馬 這部的X9平板 還有11.5 吋的2K 高清螢幕 除了可以帶給你超流暢的堅仔體驗之外 平時用來打機看片都很棒 連同榮耀藍牙智慧鍵盤方便攜帶 一個按鈕就連接 去到哪裡都能用得到 那你說,在街上沒有WiFi 能不能用到嗎? 回到大陸沒有網絡 又能不能用到嗎? 我告訴你,去哪裡都沒有問題 當然是幫你想想 你將我們送給你那張中港數據卡 進去平板 去旅行,回到大陸消費 完完全全不受影響 是不是很吸引呢? 有興趣的,快點WhatsApp或者打來 5536-1016,買回本